有这样一个预言小故事,神外出游历时遇见一个王子,他年轻英俊,有才华且富有,他的妻子美貌温柔,孩子聪明可爱。 可王子忧郁地说,我好像什么都拥有了,但总感觉缺了点什么,我感受不到幸福,你能给我吗? 神想了想说,好,于是神拿走王子的才华,毁去他的容貌,剥走他的财产和妻子孩子,做完这些后便离开了。 一个月后,神来到王子身边,看到一山蓝绿,饿得半死的王子无力地躺在地上挣扎,神将一切交还给王子后便悄悄离开了。 半个月后,神再次见到王子,这次王子脸上始终洋溢着幸福的笑容。 虽然这是一则预言,却折射了许多人的现状,身处纷繁的社会中,总感觉缺了点什么,不断地向外求索,但唯独忘了向内看。 但其实,真正的幸福不在他处,而在我们心中,而找到本心,找回内心的安宁,才会让我们获得很久的幸福。 您好,欢迎来到天天读书会,每天听本好书,让思维来一次升级。 今天我们解读的书是《人生的智慧》,作者是德国哲学家舒本华。 出生于1788年的舒本华,在31岁的时候,就完成了代表他哲学思想的主要著作,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。 但由于这本书太过抽象,他的思想曾经不被大多数人所理解。 直到63岁时他的著作《父录与补仪》出版,这本书大获成功,并开始广为人知。 人生的智慧,这本书正是节选字,父录与补仪。 那么,舒本华在这本书当中,究竟对人生幸福是有一种什么样的看法呢? 幸福不在他处,而在我们内心。 我们在生活当中是不是有过这样的体会? 在刷完各种社交媒体之后,有时候会感到一阵的空虚和无聊。 为什么当代社会的人们那么容易感到迷茫和无方向感? 为什么那些感官的快乐不能驱除人们的空虚感呢? 人生的意义究竟在哪里呢? 在书中,舒本华详细分析了人的三种基本能力,总结出人的三类快乐。 第一类是为维持生命力带来的乐趣,包括吃喝、作息、消化和睡觉等人体新陈代谢引发的乐趣。 就像人们常说的,没有什么事比吃一顿美食更容易让人满足了。 这种快乐可以很简单地获得。 第二类是活动身体带来的乐趣,如走路、跑步、跳舞、击剑、骑马等。 冯唐在在宇宙间不易被风吹散,写了他跑步的心得。 他谈及跑步的益处是说,跑步能让人暂时停止思考,脑子的闪存清空,绝大多数的纠结抹平。 如果还放不下,就在跑五公里。 第三类基本能力是情感,也就是感觉的能力带来的乐趣,如通过观察、思考、品鉴、诗歌文学、音乐或是学习、冥想、阅读、发明创造、哲学研究等带来的乐趣。 在这三种快乐中,前两类是生理的、感官的乐趣、动物同样拥有,甚至远生于人类。 而情感乐趣表现为精神力量,属于人的认知能力是更深层次的智力乐趣,也是人有别于动物的最大特征。 它不依赖于环境或物质,只存在于人的内心,是人类幸福的最大原因所在。 舒本华认为,人类幸福的两大宿敌是痛苦和无聊,他说生活就像是钟摆一样,在痛苦和无聊之间或激烈或温和地来回摇摆,常常是幸运地逃离了痛苦的深坑,又陷入了无聊的漩涡。 那么如何消灭痛苦和无聊,获得幸福的能力呢? 获得幸福最好的办法是注重内在力量的提升,学会从自己的内心找寻安宁,始终保持朝气磅礴的思想状态,那么留给痛苦和无聊的空间就越来越小。 正如舒本华所说,精神越丰富,人生越幸福。 一个精神世界丰富的人,即使身无分文,依然可以活得自得其乐,一个郁郁寡欢的人,就算是家财万贯,也无法驱散如影随形的空虚和无聊。 舒本华认为,一切对快乐的追逐都是短暂的浮云,外界是一变的,生活的常态就是无常。 而获得幸福的关键在于,在无常和无聊的生活中找到本心,获得属于自己的内心的安宁、闲暇和独立。 舒本华认为,幸福与否主要取决于三个因素。 第一,人是什么? 即这个人的个性,包括了健康、力量、外貌、气质、道德品格、智力和教养等。 第二,人有什么? 即财产和占有物。 第三,人在他人眼中是怎么样的,也就是他人如何看待他的。 在这三个因素中,舒本华认为人是什么,起着决定作用,比人有什么,和他人如何看待他的,更能带来幸福感。 因为每个人首要感受到的都是自己。 解决了人是什么这个问题,另外两个问题该如何应对才能获得内心的安宁呢? 他人的看法其实没有那么重要。 在日常生活当中,与他人打交道是一件不可避免的事情。 有些人总是感到自己生活在别人的事件当中,有的人还会特别在意自己向他人展现出来的样子。 在受到他人的轻视和怠慢的时候,有的人会感到自尊心受挫。 对方无意间说的一句意义不明的话,你可能会在心里琢磨很久,上演轰轰烈烈的内心戏。 书中讲到了两个死刑犯的故事,一个是学徒托马斯,处于报复谋杀师傅。 在狱中,托马斯对忏悔和反思自己的罪行毫无性质,却特别在意别人对他的看法,更可笑的是临死前。 他还在为如何在看客面前表现得勇敢一点而焦虑不安。 为了表现勇敢一点,托马斯没让任何人搀扶,自己走上断头台,还不停地向看客左右鞠躬,引得台下看热闹的观众欢声雷动。 另一个人是法兰克夫的勒孔,因使军罪被执行死刑,因在审讯时未被允许穿着体面的服装,行刑时没被准许剃须洗面感到痛苦万分。 他同样不关心灵魂的救赎,却只关心自己会给看热闹的人留下什么样的印象,以及他死后别人会怎么谈论他。 蜀本华分析说,这两个案例虽然有些极端,却淋漓尽致地展现了人性中最大的弱点。 人们很多的焦虑、忧愁、困扰、迷惑、不安以及操劳等很大程度都是因为过于在以别人的看法。 过度地关注和解读他人不经意的话语和行为,将那些鸡毛蒜皮、家长里短的小事情全部都纳入自己的视野中,会容易让自己有一颗玻璃心,让人内心煎熬。 正确看待别人对自己的看法,这对我们的幸福来说是大有利益的。 而要做到这一点,我们首先要清楚地了解到他人是外在于我们自己的,并且每个人都只能根据自己的思想,智力去理解别人。 当你和别人的性格、气质或者是学识和阅历不在同一个层次的时候,诸多误解就会由此产生。 别人对你的看法也常常会偏离真实的情况。 所以,如果你遭受到了他人的抨击和诋毁,明智的选择是保有一定的宽容和容忍,并且对自己的价值和长处持有一种客观的确信。 这样才能够保护好自己,免受精神上过多的苦恼。 如果你还是觉得无法克服自己对他人看法的过度关注,那么舒本华有一句很犀利的话可能会帮到你。 他认为,大部分的人其实都是平庸之辈,并没有什么真知捉捡。 因此,他们的意见根本不值得关注。 所以,从现在开始,改一改我们那容易受伤的敏感的自尊心,在受到赞美的时候不再沾沾自喜,在受到轻视的时候不再闷闷不乐。 尽量地去降低我们对待别人看法的敏感程度,回归到我们幸福的基础,也就是身体的健康舒适和内在精神的富足广阔。 社交与独处 和许多的哲学家一样,舒本华也终生没有娶妻,没有子女,一直过着身居俭出的独身生活。 我们先来看看这位哲学家的一天都是怎么度过的吧。 每天早晨起床,洗完冷水澡之后,她开始埋头写作,一直到中午。 接着吹笛子半个小时,然后呢,前往一家名为英国饭店的餐厅吃饭。 用餐完毕便回家一直阅读到四点钟。 接下来,她会带着她的卷毛狗一起散步,六点钟去图书馆看书。 到了晚上呢,舒本华会去剧院看戏或者是听听音乐。 散场之后仍然会在英国饭店用餐,用餐结束后回家。 睡前呢,还会在读几页古印度的经书废陀。 这样,这位哲学家的一天就结束了。 如果你想了解舒本华的一生,我们副频道的另一个影片做了介绍,链接放在了评论区。 舒本华一天的生活,听起来是不是有些乏味和单调呢? 但是,这只是外人看她,因为她早就修炼了一颗安定的心灵。 社交在每一个人的生活当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。 人们从早到晚,日复一日地进行着五花八门的社交活动。 这自然是无可厚非的,毕竟没有人是一座孤岛,每个人都处在与外界和他人的互动关系之中。 那你可能就会好奇了,按照舒本华要么孤独要么庸俗的说法。 下班或者下课后约个朋友去吃吃饭,聊聊天是庸俗,先来无事搭搭牌逛街还是庸俗。 那这时间不全都是庸俗之人了吗?谁又能够逃过庸俗呢? 但是,你有没有注意到,社交诚然给人们带来短暂的快乐和欢愉,带来了特定时刻的归属感。 可是为什么在形形色色的社交之后,人所发现的反而更多的是内心深处隐藏的孤独感,以及对人群的疲惫和厌烦呢? 舒本华如果生活在现代的话,很可能会是人们眼中的社交恐惧症患者,但是他这样做有他自己充足的理由。 在舒本华看来,大部分社交都是不自由的。 举例来说,有的人会在电话响起的时候感到恐慌,宁愿发短信也不愿意接电话。 在同他人相处的时候,我们不可避免地需要牺牲一些个人的独特的个性,去融入到交谈的环境当中。 而这些交谈往往是平庸而单调的,在思想见解方面让人一无所获。 尽管如此,大部分人还是会不断地去追寻社交和娱乐。 这是因为,缺乏社交而产生的无聊的感受似乎更加可怕。 舒本华将这种无聊解释为一种内在的空虚。 正是由于个人不具备足够的内涵,无法与他人分离自己,使自己的精神活动起来,所以才孜孜不倦地去寻求来自外界的刺激。 他敏锐地指出,那些热衷于社交活动的人,往往缺少丰富的内涵和有深度的思想。 值得注意的是,舒本华的目的并不是批判社交行为,而是提醒我们要避免低劣的社交活动,避免过度寻求那些廉价的,容易得到的短暂的快乐。 生活当中,那些喜欢独处的人也并不是刻意要回避社交,而是他们自身就有着精神和思想上的乐趣。 所以,真正有意义的独处并不是娱乐结束后的无聊和痛苦,而是去减少对外界社交的需求,去扩大自己内心的自由,追寻精神和思想的价值,并且获得完全的真正的平和的心境。 对社交活动进行适当的截止,回到自己的存在本身,成为自己,这才是获得幸福的正确道路。 这样一来,为了不让独处变为无聊,让闲暇的时间发挥它应有的作用,就是我们要面对的另一个问题了。 我们下面呢就来看一下舒本华对这个问题是怎么说的。 闲暇时间活在当下 一些人可能都有过这样的体会,比起花费时间去工作学习娱乐,单独待上一整天其实是一件更为痛苦的事情。 人们盼望拥有长时间的闲暇时光,不再为加班或者是刻意而烦恼。 但有了闲暇时间后,没过几天可能就会发现,自己需要同随之而来的无聊做斗争了,失去了外部活动的刺激, 而自己又没有能力去自得其乐的时候,那你可能就会陷入迷茫和空虚。 你也可能就会在灵魂深处发出终极疑问了,生活的目标和意义在哪里呢? 舒本华指出,闲暇虽然重要,但它不是目的。 如果一个人只是奔着空闲的时光去努力,那么它得到的不过是空白的无聊和安逸。 闲暇应该是作为手段去促进幸福的,而不是人们要刻意追寻的事物。 那么闲暇究竟应该怎样发挥它真正有意义的作用呢? 舒本华为我们提供了一些实际上可操作的建议。 首先就是把握现在,活在当下。 如果你心里总是想着未来的规划,难免会忧心重重,处在一种等待未来的焦虑之中。 同样,当你过度回望过去,则会沉浸在回忆当中无法自拔。 所以舒本华提醒我们,只有现在才是唯一真实和真切的。 想要享受闲暇,在闲暇当中获得精神上的安宁,就要记得珍惜现在。 至于如何做到活在当下,我们之前解读当下的力量。 这本书时做过详细的介绍,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。 为此,舒本华建议大家,一定程度上要学会冷漠和无动于衷,不要对外界抱有太大的期待和关注,也不要急于告诉别人自己的想法。 这样就会进入一种虽入世,但内心出世的状态,帮助独处的我们免出许多不必要的麻烦。 舒本华还特别提醒我们,要注意身体的脆弱,健康要放在第一位。 关注重点,健康放在第一位。 说到健康,很多人可能有过这样的体验,身处疾病的时候,才发现健康是那么的珍贵和重要。 人生只能经历,不能拥有。 每个人在生命的终点没有什么事可以带走的,而人生的丰富经历,悬养赖有健康的体魄。 舒本华说,幸福十之八九都赖于健康。 失去了健康,在没有任何事是令人感到愉快的,甚至整个人生都将黯然失色。 人最愚蠢的是,莫过于牺牲自己的健康,去追求利益,省迁,名气等身外之物,甚至为了转瞬即逝的感官快乐,糟蹋自己的健康,都是愚不可及的行为。 如何应对财富和地位? 根据马斯洛的需求理论,人不仅有自然生理需求,而且还有安全、社交、自我实现、尊重等等需求。 在这些需求当中,财富和地位更是人类从古至今滋滋以求的东西。 我们常常会听到有人调侃说,没有钱苦恼,有了钱烦恼。 太贫穷固然是一件悲催的事情,但一个人有了钱却也并不是毫无烦恼。 这首先是因为财富有一种神奇的魔力,越追寻,越拥有,就越渴望。 而这样的执念呢,并不总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情,有时还会让人内心很痛苦。 那么,财富究竟在获取人生幸福方面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呢? 一般来说,人们往往有了钱,便通过消费行为来获取快乐和刺激。 但是,在出生于显贵商人家庭的书本华看来,财富的真正作用在于为自己筑起消除不幸和灾祸的堡垒,而不是用于享受和挥霍的。 你会不会觉得这样的标准挺低的,明明金钱就是力量,是一种可以积极肯定幸福的东西。 为什么只是用于抵御灾祸的呢? 况且,谁知道不幸什么时候来呢?不如及时行乐。 别急着否定,书本华这样讲自有他的道理。 如果从书本华那叫为悲观,但却似乎反映着现实的眼光看来,这个世界是充满匮乏和痛苦的,一不小心就会被残酷的命运击中。 宇宙一切现象都是此生彼生,此灭彼灭的相待的互存关系,其间没有恒常的存在。 所以,任何现象,它的性质是无常的,表现为刹那生灭的。 这就是佛教十一意中所说的性无常意和刹那灭意。 像天灾、人祸、生老病死,这些都是令人难以忍受的生活中的无常和不幸。 拥有一定的财富,可以帮助人们尽可能地避免匮乏与操劳,维持稳定而安全的生活,从而把精力放在提升自我涵养和内心富足方面。 但是如果这些财富被随手花掉,用于寻欢作乐和花天酒地的享受,那人们就很容易走向贫穷的结局,当然也就很难拥有安定的内心。 这样看来,舒本华其实是在为我们每一个人的安稳和长远发展着想。 由此不难了解到,在舒本华看来,我们应该以一种更加保守和谨慎的方式对待财富,习惯去合理规划保护自己的财产。 接下来,我们再来看看获得地位的问题。 当一个人有了钱,由此免于贫穷之后,追求地位可能会成为他的另外一个目标。 可是在现实当中,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拥有大众承认的地位,不然地位就失去了他的独特性。 如果单单只考虑追寻地位的过程,我们也会发现,一个人想要获得什么,就必须要先失去什么。 要追求地位,人就要学会首先放低自己,甚至要学会世俗和钻研,才有更大的几率得到提升。 所谓欲待王冠,必成其重,地位带来的责任也是人生的一大重负。 正如书本华所说,衡量一个人的幸福只看他拥有了什么,而不结合他想要得到什么,一起做参考。 这就好比计算一个只有分子,却没有分母的分氏是无效的。 如何应对衰老? 从年轻到衰老,这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必然会经历的生命过程。 那么,我们该如何面对自己的年轻和日后的衰老呢? 从年轻到衰老,不同阶段的人生各有各的精彩。 我们可以对比一下年轻人的生活和老年人的生活。 年轻人往往大胆行动,更加地富有热情和创造性。 而老年人则相对来说行动缓慢,僵化保守。 在年轻人看来,生活的乐趣之一就是憧憬美好的未来。 老年人则更多地喜欢回忆过去,而且死亡也离他们越来越近。 有些人可能会得出结论说,年轻可真是太好了,人的一生似乎就是在走一条下坡路越到老越悲惨。 但在书本华看来,年轻人热爱这五彩缤纷的世界,充满着渴望和向往。 一切事物在年轻人的脑海当中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 这是知识孕育和积累的时期。 相比于年轻人,老年人则更多地呈现出沉稳、踏实的气质。 这是因为人到了老年,追求短暂的快感和乐趣已不再是人生的首要目标了。 即使身处耀眼繁华之地,有智慧的老人也能够看到这背后的空虚和无意义,从而回归到生命的朴素和本真。 这个时候,人的思想和对这个世界的内在感觉则取代直观,而占据了统治地位。 人的判断力变得更加的敏锐,不再仅仅只是相信自己的直观印象, 而是依靠更为全面和深入的智慧去把握事情的总体。 书本华还很形象地将生活的时间比作转动的圆盘,距离中心点越远的点,转动的越快。 老年人的时间则似乎是加速流动的,总是太过于短暂。 所以,他们往往更有耐心,更有一种安宁的心境。 听到这里,你还觉得人生是一场下坡路吗? 书本华说,要么庸俗,要么孤独。 他一生未婚,陪伴他的只有一条卷毛狗。 或许在外人看来,他就是一个孤僻的糟老头子。 但书本华的内心却是安宁的,因为幸福不在他处,而在书本华的内心。 感谢观看天天读书会,我们下期见。 咖啡!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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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